一男手拿红色带子从容不迫地走进大楼 搭电梯直接往地下室走 看似对地理位置非常了解 但他根本不是住户 接着他锁定一台白色百万名车 拿出喷漆罐在上面喷上不雅字眼 休旅车左右两边车门都遭毁 而这台车车主居然是台湾无打女星杨丽金的 事发在这个月一号杨丽金位在台北大安的一处住宅 根据警方调查犯案的嫌犯是26岁的无姓男子 他被逮后公称是被叫唆而来 背后的指使者是杨丽金的前男友 两人是员工和老板间的关系 公姓男子以33000的筹码指使员工犯案 到杨丽金的车子旁泼起泄愤 警方也持拘票将人逮捕 公姓嫌犯被抓后则表示 不满和杨丽金三年前的感情纠纷没解决 才会份额找麻烦 讯后也被异防害名誉毁损 侵入住宅等罪协移送真板